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以青春同行共享未来为主题的 两岸新媒体创响论坛 17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展出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 远寸复制版 分别是北京故宫收藏的北宋张泽端版本 和收藏于台北故宫的清院版本 论坛上在今日头条开设账号的两岸问题专家 分享了自己经营新媒体和网友分享观点的经验 借助新媒体 两岸青年之间有了更多话题和互动 双亲会流和展所代表的文化传承精神 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川流不息 欣欣向荣 日前 第四届温州国际设计双年展 在温州三阳市地城市客厅开幕 来自海峡两岸的时尚设计界人士共聚一堂 本届温州国际设计双年展 以欧越文脉数字未来为主题 通过展 赛 论 向世人展现一个文化古城 山水温州 时尚欧越的温州形象 我们也把台湾设计师作品 同温州的我们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作品进行对比 也是为我们两岸文化的促进 那么做更多的铺垫 近日 两岸欢聚端午 共化驱风宋师祖 两岸屈原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华屈市第一村 宜昌子归万古四村举行 来自台湾彰化的屈市后裔 与子归屈原故里屈市后裔相聚一堂 共化端午 共许相情 两地的屈市后裔 屈原文化学者 基层民众共100余人参加了活动 该活动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广泛影响 有力弘扬了屈原文化 增进了两岸同胞情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